看看新闻吧 我们不禁要问了 陶欣然是谁啊 没关系 提到热播电视剧《甄嬛传》里的安玲蓉 你总该有些印象了吧 没错 偷拍镜头中戴着黑色鸭舌帽 正在选婴儿用品的人正是陶欣然 《甄嬛传》热影之后 孙力当然不让地成为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其他的后宫嫔妃 也时不时地会在各大商业活动中露露脸 而唯独这安玲蓉一直没有消息 这突然间爆出来怀孕的消息 小编也大吃一惊 不过经过仔细的观察和思考 小编还是从这段偷拍的镜头中 找到了一些炒作的蛛丝马迹 首先看这镜头的自由推拉 一看就不会是非专业摄像机所谓 而专业的摄像机绝不会像手机那么容易隐藏 长达九分钟的偷拍内容 两位准爸妈难道就没发现吗 然后这时不时地带到品牌名称 不止一次地出现在镜头里 莫非这是为婴幼儿品牌做得特别宣传吗 最后就不得不说说安玲蓉娘娘的表演了 小编不忍吐槽 但娘娘您是不是过于浮夸了 这还什么都看不出来呢 就已经手浮肚子 难道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已经幸福的怀上了吗 综上所述 这一次看似惊喜的偷拍 很有可能是一次或为名或为力的炒作 说到这娱乐圈里 用怀孕炒作的女明星并不在少数 仿佛隐私话题感情纠葛 已经无法满足明星们对于曝光的渴望 一直以来 谢娜怀孕的消息就不绝于耳 什么赴美学习大度照啊 张杰怒买学区房啊 仿佛结婚之后 除了离婚 最大的卖点就是孩子了 于是谢娜也和大家玩起了澄清游戏 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 每一次怀孕传闻出现的同时 谢娜和张杰都会处在宣传期 不是演唱会就是新剧上映 其中的故事自然一目了然 除了这没有怀上的女明星 怀了孩子的女明星 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珍贵的宣传机会 最成功的例子就属陈建州和范伟奇了 怀孕初期 咬紧牙关不肯透露的同时 又时不时地由朋友烧句话 掉到大家胃口 好不容易承认了就闹出了 双胞胎是试管婴儿的传闻 第二次当然就是 用行话应该是用半套 排卵仗还是打 但是我们就跪求以后就说 那医生你把日子决定可以充斥的时间 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就因着上帝的命去 做该做的事 这不人家黑人也成亲了 双方还是都做了努力的 大家都认为事情开始平息了 可是突然间 两人的主治医生 化身了八卦记者 为大家爆了个猛量 在六月份尝试第二次 黑人每天在家中为范范打针 打了十多针后回诊 有卵子增生的现象 经过他们俩的全力打拼 拼出了一对双胞胎 看来啊 要阻止大家对于明星妈妈肚子的好奇 真是越来越困难了 不过小编还是要提醒各位男生女生 孩子并不是炒作的工具 而是幸福的天使 还是谨慎对待吧